3 2 1 倒數計時一結束 玻璃球上亮出燈會開始字樣 猴年主燈也跟著亮起 配合猴年台北松山 慈惠堂一年一度的燈會 廟房打造這尊 將近四層樓高的孫悟空燈座 裝飾的LED燈光 讓主燈的眼睛和身體 不停的一閃一閃發亮 在夜空中顯得相當顯眼 把藝術做出來 主題做出來 做一個真的是猴子的 不是假的猴子 每一個人看到他都喜歡他的 孫悟空猴年造型燈的頭部 還會不停的左右轉動 彷彿和現場的遊客在打招呼 就有小朋友看得目不轉睛 好奇的拍照留念 孩子玩了有大人 今年剛好猴年 把猴年真正的就做好 請來包括副總統吳敦毅等不少藍綠 政治人物站台節目 主題燈金猴獻榜財神報道 以孫悟空搭配五路財神 希望來參觀的遊客 能夠新年發大財 就有民眾拜拜後中了樂透 特地委託台產公司送給廟方大紅包 點完獎金之後 就特別委託我來送給中山慈惠公 200萬的一個捐款 中山慈惠行燈會 從現在開始一直到3月8號 民眾可以利用過年期間 拜拜也可以看看花燈 應應景也討個吉利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